大家好,今天要做的專案是公務員開放資料Lesson 4 那這個系列是第三次提案,整體來說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是要做一份CC4出的開放資料的超級密集包店 然後是給第一線的公務員讓他看完之後可以知道實際怎麼操作的 那我們前面幾次來提案之後的成果大概是現在大家在抓地板上可以看到 Lesson 1我們是把常見的公務員的資料錯誤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Lesson 2的話是教大家如果要開系統標案要串線開放資料怎麼做 然後Lesson 3我自己把它加進來就剛好最近很多關於地址跟轉經維度的討論 我就把它加進來 所以今天的Lesson 4的主題是想要做API的白畫文运動 然後原始是因為剛好最近有同事在問說有沒有看過OpenAPI的RFP 然後我就PO一篇文章問 然後結果很多人給回覆我覺得我自己講的還蠻有道理 他說OpenAPI不會就是API開放人民使用而已啊 所以他覺得說你們會這樣問一定是有些基本都沒有東西清楚 我覺得他講蠻有道理的 然後我跟同事討論出來結果就是 目前除了有紅專會開的幾個DI的政府之外 一般的政府單位 所以我們會知道API好像還蠻重要的 知道要做但是到底要怎麼做實際上的處理 我們其實不太了解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希望可以寫成一篇文件 告訴我的同事兼長官說到底什麼是API 然後也是白畫版上看的懂的 然後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 然後到底該怎麼處理 這大概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需要的幫助一樣是 我需要分享我耐心的工程師大大 可以告訴我你看過的好的政府資料API的案例 然後可以具體操作跟說明給我看 那因為之前有大大的金線丟給我白工 API相關的資料就歡迎可以一起來研究 好那上面是主線節目 那今天有個支線任務就是在GV提案很久 終於可以反攻回GOV了 就是因為我的同事們之前我有丟那個我們的Lesson 1給大家 然後目前有同事覺得好像還蠻有用的 所以在近期在1月底跟4月初分別會到疾管署 跟健康署去開Lesson 1的實際電腦操作課 給地線的公務員 所以我這邊要徵求 所以我目前就找到佑林大大 願意陪我一起去當書教 那我目前要徵求願意一起去疾管署跟健康署 去幫我們做活動紀錄的 然後我們到時候的教學影片跟文字都會CC4出 然後之前任務2就是因為之前Lesson 2的後續 是有達到請長官同意說我們可以去修改 我們自己部內每個資訊標案值都有範本 可以把大家自己直接修進去 但是因為這個範本我不能直接全文公開 所以有開了一個就是秘密文件 就是如果你對於修改政府的範本 加入更多開放資料概念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來跟我講 然後今天是除了我之外健保署跟健康署的同事都有來 然後尤其健康署他們接下來這一年都會做很多新的 所以在健康署的資料 健康署癌症資料 護理資料之類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來認識我的同事一下